嘉義市政府提供母議由本土議員輔導團編轉 結合嘉義市母議文化學位的主管 自編作為來起洗檔期的動輸委本 以超過百年的嘉義市當市長為主帝 提供在地鄉親的生活故事 讓小孩透過故事以及生活情境來學習明年紀 嘉義市第一本自己編的本土議員告載 作為來起洗檔期 在佩合基行進出發表會 由嘉義市長民會稱之在會中來發表進出 當時將委本分散給嘉義市的股民中小學 來作為萬南武的確定告載 等久以來有嘉賢良嘉校長 還有陳文宇陳校長 他們共同努力之下 然後讓韓滿老師來做了一個紀錄 然後來寫了這一個非常精彩的語言 更重要我們還請我們美麗的潘朵拉 年輕的孩子來做插畫 那我想又有一個很傳統的語言 很友愛的語言以外 很發展 很可愛 很讓大家覺得很愛看的畫本 這樣的繪本出來 我想可以作為我們未來鄉土語言的一個重要的教材 這也是市政府第一本 用在地的故事 我想我們的孩子都是來自社區 對我們的社區 對我們的生活一定要了解 啊 主人對生活來了解就是最好 就是用我們的無意 正會來到學檔期是一本萬南語的尾本 對中由地面的台語文學家 韓滿老師所創作 請來著插畫跟潘朵拉維持精密的紅兒圍 這也是市政府第一次出版的台語動輸尾本 對中以超過百年歷史的檔期作為主題 幫助孩子在生活的正經檔中正學來學十萬南語 對 我們就是我們在推動就相互語言 就全部做我們重要的教材 啊 當然 當然 對 我們做學習 我覺得一自然就已經開始了嘛 因為我們平日的 應該說怎麼樣 我們平日的教學就已經跟生活會有關係 那你生活就是社區 像這個宗教 你的小吃 然後你的宗教 你的生活 這個社區裡的特色 都是我們所要展現出來的 所以我們運用在母語 應該是生活化的教材 而不是離你很遠 因為這次出版的萬南語尾本 使用萬南語的文字 含台灣萬南語勒馬評音 為著幫助孩子學習這本尾本的課程 同以自本土古言福德台 更特別將幾本委本的故事 協性贏品 下上字幕 讓孩子可以用手機 下上平板 來進行在地上的所謂學習 另外 這次的行程法表會 也當時 製作含量的專搜紙卡 和所有資金 讓委本的計達 可以遠處到高教文化創意設計上篇 來創作更大的計達 細心新聞 丘廷孫 翁秀山 各位期 蔡宏報道 請監管 與物分流三個故事 嘉義市護士系統第一期第一票 原來的計劃 創作為大家 這次真的不做不知道 可以有這麼大的改變 外換池是可以從家裡把它排除之後 那真的什麼味道都沒有了 嘉義市的城市願景就是要全民共享 世代宜居 和世界各大城市所追求的SDGs 永續發展目標的精神是一樣的 我們來繼續努力為家義資的未來 認真建設 其中污水改善 是我們重要的一環 這車站起來的東西 因為這裡長亂一點 我是說 阿嬤我們只要做一個綿花的價值 今天這個工作 做得很好 嘉義市污水下水道第一期工程 實施期程到113年 總共的經費有達43.8億 那我們主要的實施區域 是以鐵路與溪的區域 那我們分為9個標案來執行 目前第一標已經在11月底 順利來完工 後面的2 3 4 5標也施工中 所以嘉義市政府在污水下水道工程部分 非常努力積極地來推動 到日期 保倫日 到日 長照 還是生活環境 市府團隊都勇心地規劃 執行 建設 讓環境永續 留給下一代美麗的家園 讓嘉義市超越嘉義市 我們在12月7日會 我們在12月8日會 我們在12月8日會 我們在13月8日會 範圍 我們在15月9日的時候 我們在12月9日才會 長這麼多 帶來了 在12月9日 我們在12月10日會